应该是吗? 应该是阿玫瑰,对 我是八期的学生 现在在博语外堂 也是在博语外堂 我是海英树文姐姐 我以前是在弹过四集 后来就断掉了 一直都不会弹敬拜的歌曲 因为敬拜歌曲实在跟原来的这些 普通的那种教学法太不一样 然后我那个豆芽菜也学得不太好 所以就断掉了 然后一直到退休以后 然后海英就突然之间我听到这个K歌啊 他弹琴,他居然会弹 就是觉得好像怎么他也能弹 我都能弹,你也能弹 所以他们就鼓励我来参加这个键盘班 然后我就在第八期的时候就谈 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们教会因为有时候也缺诗器 那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能谈 他们叫我谈我就谈不出来 我就不要参加了 那后来我想想 是也许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为不是也为大家都 就是说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后补 就是存着这个心理 就是说如果万一真的没有诗琴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后补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练 那发现那真的是不太一样 谈敬拜,然后谈这个键盘 键盘的这些手法完全不同 那也比较容易 也就是说可以 就是能够 就是使得我能够可以弹 以前我是不能弹的 所以现在在教会有时候就做后舞 当后舞还能后舞做事 那今天我要唱带来的歌曲是 主啊代我非是朱雷莲的歌曲 那先是一个前奏 然后呢开始呢 就是说主歌副歌一遍 然后呢有个半 有个中间的一个 一个中段 中间的一个伴奏 然后再重新再唱一遍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breach 然后breach完以后再唱一次副歌 就这样 就是 手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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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